大家好 很快又來到安息日的時候 又是我們去研讀李未記 這次會繼續上一次 Doris和Alison 跟我們看的Portion Chimini 就是第八天 這次是阿娜答阿比戶死 其實都看了很多次 到底裡面還有什麼 我們沒有遮蓋到 神的話語就是這麼奇妙 我們這次不會太長 不過希望讓大家對於 那達阿比戶的死 有一個更透徹的明白 到底當時上帝看到 他們做了什麼事 導致有這麼嚴厲的警告 因為這件事 我會擔心大家太熟悉的時候 那達阿比戶死了 又或者去到新約時期 如果對夫婦死在仕途面前 不同的時間 我們習以為常就沒有了那個衝擊 其實想真點很嚴重 他們是剛剛在第九章的時候 走過了這個就職禮 然後是剛剛開始上班 真的去侍奉 那又死了 如果發生是今天 剛剛昨天才是牧師就職禮 然後那天就死了 那很震撼 不是很大件事 所以這件事我們一定要不太熟悉 就以為我們大家都明白 其實裏面還有很多東西 我們可以再看得清楚一些 好了 都要溫回這一段的內容 這部分是由第九章一節開始 到第十一章的四十七節 那達阿比戶的死就是第十章一到七節 之後就有一連串 我說藉著摩西對他們的吩咐 包括他們不可以喝清酒、濃酒 亦都在食物上 他們所有指問都要有個指引 什麼是可以吃的 什麼是不能吃的 我們會覺得這些事很繁複 基督徒尤其是最容易犯一個問題 就是這些事不關我的事 我就不理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其實你在做什麼呢 你在稱呼耶穫話不是你的神 如果耶穫話是你的神的話 這些是耶穫話的吩咐 那關不關你的事呢 我們不可以這麼自私、這麼狹窄 只是說不關我的事 就什麼都不理 這是完全錯的一個讀經的態度 我不管你是神學院院長也好 你是主任牧師什麼都好 總之你教這些東西的話 就是上主是會懲罰你的 因為你是教錯你的會眾 所以要記住這件事 不過這次我們再焦點在 和阿比戴上阿比戶的死 這裏正是上主去懲罰 他們的領袖 雖然他們不是大祭司 但是是阿倫的四個兒子 其中兩個都是祭司 當時按納的四個兒子 就是祭司 所以這是很嚴厲的一個警告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嚴厲性 是要帶出來的 大家要感受得到才行 我們看這一段 以往我們在不同的年份裡 也有帶過這一段 也會提到 因為我們去到第十六章 你還沒記住的時候 那裏再說回 阿倫的兩個兒子近到耶和華面前死了 死了之後耶和華曉遇摩西說 那就是說 由第十章 講拿搭阿比戶的死 為什麼會死 其實這件事一直延續下去 去到第十六章 中間裡面這麼多的東西 由結與不結的食物 大萬風的條例 其他結與不結的一些物件 然後有各種的漏證 這些全部都歸納在這件事裡面 就是說是這件事引發出來的魚波 一直到十六章 所以我們這次再看真點 拿搭阿比戶事件 對我們明白後面的 跟著來的一堆東西 其實都是有很大的幫助 好了 現場的人就有優先權 去決定他們當時在經歷什麼 因為現在是透過文字記載給我們 我們不再現場 我們沒有經歷到 我們只能夠想像當時 上帝的火來接納那些祭物 整班子民很開心在呼天換地的時候 那一份的興奮我們當時不在場 但是在場的是摩西 然後摩西經歷了 哇 子民這麼興奮 突然之間那兩個兒子 獻的火是耶和華所沒有吩咐 那麼和學本也叫煩火 那麼英文聖經會叫 strange fire 那就是耶和華所不認識的 摩西 他一直在那裡經歷著 他然後第一句說的話 立刻跟阿倫說 這就是耶和華所說 我在親近我的人 終要顯為聖 在中文面前 我要得榮耀 阿倫就默默不言 即是說這個是恩著當時發生的事 他們整個的敬拜去到一個高峰 突然之間跌到低谷 有領袖會死在耶和華面前 是非常恐怖的事 眾目攜攜下他們死 在這個時候 摩西立刻的反應是先對阿倫說這句話 所以值得我們再看真些 到底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們就就著這樣的角度 我們去問這幾條問題 上帝什麼時候說這句話呢 因為那裡說 這就是耶和華所說 就是說不是那一刻說的 是之前阿倫知道 摩西知道 子民知不知道我們不知道 那四個兒子知不知道我們都不知道 大概都應該知道 不過現在肯定的就是 阿倫和摩西兩個都知道 經歷了這些 摩西就提到阿倫 你說人家記得嗎 耶和華說過這樣的話 現在在經歷就是這樣 但是耶和華什麼時候說這句話呢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這句話對於摩西在阿倫兩個兒子死後 為什麼會立刻引用呢 為什麼阿倫聽了之後會保持沉默呢 保持沉默可以馬上解釋得到 我們借用JPS這本的解經書呢 這裡就說到 阿倫接受了上主很苛刻 或殘酷的審判 and did not cry out or complain at his painful loss 看著兩個兒子死在自己眼前 看著兩個兒子死在自己眼前 死在搖華面前 亦死在群眾面前 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所以在阿倫的內心裡面非常複雜 然而摩西這句話呢 就能夠導致他接納他眼前 看到這麼慘 這麼殘忍的一件事 他接納 就是說這句話對於阿倫來說 意義是很深的 所以才可以平息 暫時停了他那份的傷痛 所以是值得我們去看真一點 到底這句話 為什麼 那焦點在第三節 我就會將這句話分為兩部分 而這兩部分呢 是相負相成的 就是說沒有了前面也沒有後面 沒有後面也沒有前面的 那麼注意到的就是兩個字 這兩個字是會常出現的 我在親近我的人中要顯為聖 其實是Kardash這個字 Kardash這個字 我們大家都聽過 就是分別出來 那就是不可以看為平凡 是要將它分別出來 這個就是要顯為聖 就是這樣的意思 然後在眾文面前 我要得榮耀 榮耀就是有重量的那個字 有時候我們唱歌 Kard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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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字 這個字就是榮耀 神的榮耀呢 當然了 你記得的話 在出埃及記 就常講神的榮耀 甚至乎 為什麼我們可以落到利 利未記這裡講到去憲制呢 因為出埃及記結尾的時候 說到神的榮耀充滿整個匯幕 榮耀其實和你榮耀這個字是同一個字 那就是因為有神的榮耀 所以他們可以獻祭 獻祭的那個祭物就叫做 所以前一句就說 我在親近我的人中要顯為聖 所以這兩句是雙負雙成的 有前就有後有後也會有前 事但事實一樣 都會兩樣都消失了 所以我們要看真點 到底這句說什麼 好了 匯幕 雖然我們大家都好像很熟 都說過很多次了 其實我們對匯幕 有多了解呢 到底兄姊妹可不可以合上雙眼 就可以virtual了匯幕呢 可不可以進入匯幕 假設你可以走近 去到那個閘口 接著可以過了閘口 你想像見到祭司 你看到祭壇 然後你將祭物交給祭司 或者祭司在看著你的時候 你將祭物載了 然後祭司幫你 祭壇到獻上 如果你是祭司的身份 你可以再繞過壇 去到洗作盤 這個我們要整個匯幕的擺設 virtualize 了在我們的思想裏面 我們要記實它 這些我們要奴機 那麼 我們明白有多少呢 我們試試這次這樣看 因為很好的拉比 我以往都一直看他的教導 他就在1996年離開這個世界 這位拉比叫做 Rabbi Abraham Libetak 他年少的時候在加拿大 因為這樣就有些親切感 結果他在美國侍奉多 但他就不是那些 只是看傳統的 他是像我們的基督徒的學者一樣 都會研究文本 會看結構 而且是非常透徹的 在網上有很多他的教導 依然是很清楚 大家可以看的 他對匯幕 Mishkan 匯幕就是Mishkan 他就說 有兩個重點 兩個焦點在匯幕那裡 這個匯幕我們當然明白 出處就是來自出埃及的25章8-9節 右當為我做聖所 才可以住在他們中間 這個就是那個end result 就是說匯幕在地上做好 這個就是聖所分別出來的 就是上主藉著匯幕要住在子民中間 這個就是end result 但是匯幕本身有兩個焦點 你看到我們的圖 就是藍色和紅色箭咀的那兩個焦點 按著拉比的說法 我就照樣地讀出來 他說第一個是位於智聖所的約櫃 就是藍色箭咀 是匯幕的焦點 裡面有兩塊法板 代表上帝臨在和他與子民同在的意願 如果上帝不想與他子民同在 是沒有人可以強行把上帝拉下來 然後放在智聖所裡面 但是這就是上主的意願堅決到的地步 一位創造天地萬物的主 竟然可以將自己屈在一個沒有燈的 很小的房間裡面 為的是能夠與子民同在 所以這個很清晰 肯定是一個焦點 所以智聖所一定會是一個焦點 另外一個焦點是什麼呢 就是祭壇 祭壇代表著什麼呢 人去學習如何侍奉上帝 就是說兩樣東西一定要放在一起 不是只是有神與我們同在就OK 有神與我們同在很重要 但是我們明不明我們怎樣為之 侍奉我們的神呢 所以這兩樣東西同時放在一個回幕裡面 你說這兩樣東西 是的 這些字眼我聽過 是吧 怎樣侍奉 怎樣與神同在 是吧 我也聽過 再簡單一點可以嗎 我試一下再簡單一點 按著出埃及記的故事 我們用故事來看 應該大家容易掌握 藍色箭墜 其實就是在反映西乃山的情況 西乃山他們經歷的事 上主親臨 上主也會刺下戒命 但是子民的經歷就是 求你和我們說話 我們必聽 不要神和我們說話 恐怕我們死亡 那這個就是因著這樣的原因 匯莫就有這樣的設計 就是將上帝隱藏在子民當中 上主能夠與子民同在 但是又不會嚇走那幫子民 所以藍色箭墜就跟西乃山的經歷有關 紅色箭墜的祭壇 還有在壇上要怎麼去獻祭呢 所以我們在你還沒記 頭的兩個部分 我們都看那些是獻祭的 為什麼要這麼詳細去講呢 為什麼要去到 那個會幕 起承神的榮光 充滿整個會幕 然後就馬上講祭壇上 要獻祭呢 原因就是 金牛毒事件 當時做了一隻金牛毒 但是很少我們會提到 原來不單止做了金牛毒 也做了一個祭壇 所以在第32章第5節 就在牛毒面前觸壇 就是說 他們就這樣獻上 他們認為是對的東西 所以現在 就是金牛毒事件 搞了這麼多東西出來 本來要殺光他們 然後摩西求情 然後落到山下 還要打碎了法板 把金牛磨成粉 又給那幫子民機會悔改 站過來 耶穌華營的門口這邊 如果屬於耶穌華那些 最後只剩下利味 然後進去營裡殺三千人 搞了這麼多 然後摩西再要一次又一次 向耶穌華求情 最後才能求得回 耶穌華的榮光 會繼續帶領那幫子民 不會離開他們 然後就是教他們 如何好好地獻一個兒子 這個就是耶穌華告訴他們 你不可以當我等閒的 你不可以亂來的 你以為有 這樣就OK嗎 不行的 是要按住 而吩咐而行 這樣才叫獻制 你說是 兩個故事我都熟 但都很複雜 不怕 再試一下簡單一點 西乃山的經歷代表著什麼呢 代表著子民要敬畏上帝 所以子民必須被提醒 就人的本質而言 人的本質我們是被造之物 本來是泥土 但是竟然上帝 是給我們有這樣的福分 是能夠與神同在 在猶太教在拉比上說的 就是man being elevated 就是人的本質是泥土 但是被提升 到了一個地步 竟然可以與神同在 這個是超凡的福分 是我們完全不配的 這個西乃山的經歷 就是被人 為什麼會害怕到想死呢 這個不配就是他們感受得到 根本你不配在上帝的榮光 和他的聲音裡面 所以他的聲音會這樣震撼你 就知道你原來是在很低的層次 這個就是敬畏上帝 即是法治內心的敬畏 就是當你明白這個層次的人 本身就是這麼卑微 上帝本身就是這麼聖結這麼高的 而竟然間我們是可以向神求 我們可以認識上帝 我們可以讀他的說話 你那份敬畏就會這樣出的 你試試將這個 這個按鈕當然不見 如果這個次序錯了的話 原來和耶穌平起平坐的 你沒有敬畏的 為什麼這麼難去栽培敬畏出來 因為栽培敬畏要在你內心裡面 教你內心裡面的setting 你要看到自己多麼卑微 你要看到上帝是多麼偉大 這樣才會在內心裡面有敬畏出來 這就是西乃山的經歷 金牛毒事件 那就是指紋再一次被提醒 原來上帝是真的上帝 是命立就立 是興萬不得 不是說我們隨便搞些東西出來 就要他去收貨 尤其是亞倫 因為這次我們看到 答案被護事件都是跟亞倫有關 因為是他那兩個兒子 亞倫呢 你可以看到在他的案納禮 發生過什麼事呢 第八章二十三節 這個利美記 就載了羊 摩西把奢血沒在亞倫的右耳垂 和右手的大武指上 並右腳的大武指上 很有趣 我們知道聖經一直到列王時期 那時候說到有些人是左手便利的 左手便利就是左腰 左腰那些會是特別的 正常的人都是右手的 是右邊的 所以這裡說右邊 就是你的Leading那邊 比較強的那邊 把血放上去 你放在自己的亞倫的位置 你知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麼呢 能夠來到這一刻 去到第八章 去到尼未記第八章 他被安納為大祭司 他經歷過什麼 他經歷過很黑暗的時候 他經歷過 是由他聽到一群子民所說 三十元一節 那群子民就說 我不知道摩西去了哪裡 一起去找亞倫 所以耳朵現在碰了血上去 然後他就說 找這個他們手做出來的 要引領我路 即是你跟隨他 你自己手做了一些東西 除了亞倫的耳朵之外 他拿的金是來自哪裡 他們的女兒或者妻子的耳環 融了之後 亞倫用手去鑄一隻金牛毒出來 所以他的耳朵 曾經用來聽過 不是聽說話 是聽一群子民的要求 他耳朵 他耳朵 亦都是那些材料 用來塑造一隻金牛毒出來的聽 就是有一個耳朵的 接著就是手 就是用來做過一隻金牛毒 就是取締耶和華的一件物件 接著腳就是用來跟隨那群子民的意願 甚至乎要這隻金牛毒 令他們路跟一隻錯的 不是跟隨耶和華 所以對於亞倫來說 這個是另有一番的味道 特意點了他這幾個位置 其實就是提醒他 金牛毒事件發生過的事 不單止他的 連他的兩個兒子 都是有這樣的一個 奏織禮的時候 都是有這樣的一個程序 所以記住這裡 如果你說還是太複雜了 再簡單一點有沒有 都有 我試試這樣看 保持神聖距離 這個匯幕當然就是有一個 是上帝使用來住在子民當中 但是同時間 這個匯幕也是把上帝和子民保持一個距離 那個尼巴 指民是不可以過去 只有祭司可以過去 大祭司才可以進入至聖所 而那個祭壇是在門口的 就是說那個祭壇不可以移到至聖所那邊 兩樣紅色箭咀和藍色箭咀 是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簡單來說 耶穆說是希望子民去親近他 但是不要太過親近 永遠都保持一個神聖的距離 大家明白的 其實在一個關係裡面 你恃著熟 很多事情你都不管 你會得罪人的了 你反而沒有那麼熟的事情 你會小心一點 說話也會留意一點 你就不會那麼容易得罪人 我們和上帝的關係都是一樣的 他永遠都是我們的神 我們的造物主不會變的 永遠都不會是這樣平起平坐的 只是上帝的恩典 我們才被造之物 在泥土出來的人 才可以這樣同神同在 這個永遠我們都要記住 所以這個回幕的功能 就是永遠提醒著子民 我們親近 但是不可以太近 我們要走近 但是不可以去近到一個地步 過了應有的一個距離 所以這個就是回幕的功能 從這個角度你看回 你看回這句話 我再親近我的人中要顯為性 這句話 豈不是描述剛才我所說的東西嗎 在眾民面前我要得榮耀 即是說這句話 其實就是在說 匯幕本身的功能 匯幕被造出來發揮它的功能 就是這個功能 現在我們明白 如果我們這樣看的話 我們明白 為什麼摩西在這個時候要提這句話 因為匯幕剛剛開始運作 祭司剛剛按納禮之後 就開始服事 所以這個匯幕開始運作 這就是匯幕的功能 但是當拿達阿比顧做了那些事的時候 令到這個匯幕的功能消失 一消失的時候就出事 一出事的時候 摩西就提回阿倫 現在我們在匯幕裏面 所以還叫他 你不可以碰屍體 你的身上穿著這件衣服 也不可以離開那裡 你現在在匯幕裏面 匯幕的功能就是這樣的 剛才你兩個兒子所做的事 就是破壞了這個功能 所以可以值得我們想的 就是說很簡單地去看 我在親近我的人中要顯為聖 如果我們說這個可以比較做西乃山的經歷 就是說人是要保持著敬畏上帝 明白到自己是渺小 上帝是高高在上的 在眾文念前我要得榮耀 神的榮耀要一直在子民當中 那就是匯幕了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的話 匯幕是什麼 是一堆子民捐出來的材料而已 就算再加上那些考工 都是這些材料安排好了 有不同的做好他們的本分 這些材料就砌成一個這樣的匯幕出來 如果沒有神的榮耀的話 都只不過是一堆材料而已 我們再看看 就是說我們總括 剛才所說的 雅達和阿比戶所做的 導致什麼呢 導致在親近神的人中 神沒有避顯為聖 即是沒有避顯為聖 就是沒有看到耶和喎是分別出來 看耶和喎為等閒 待會我們再看何謂等閒 在眾民面前 神沒有得榮耀 所以是非常嚴重的 就是因為這樣 為了不影響匯幕的功能 所以那個判詞是什麼 那達阿比戶立刻要離開 是用死亡來離開匯幕 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 以致保住匯幕繼續在這個功能裏面 值得我們想 我們會宣稱這個匯幕 之後就變成神的電 接著我們又說神的家 接著我們聚會的時候 教會又宣稱這裡是神的電 那你有沒有這個功能 有這個功能在親近神的人裏面 你能夠幫到他去敬畏上帝 他章搖說分別為聖 你有沒有這個功能 你能不能夠在眾民面前 神是經歷到神的榮耀 有這個功能就是神的家 是神的住處 但如果沒有這個功能是什麼 只是一間在當地政府註冊底下的非謀利團體 就是這麼多 你說不是的 我們有很多這些 那些只不過是儀式 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不能夠發揮這個功能 就並非上帝的居所 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看看 我們剛才有提及到的 就是 這個《春埃及記》四十章 去到結尾的時候 耶和華的榮光充滿回幕 那個榮光 其實就是這個 剛才我們講的那個字 然後 然後 《摩西不能盡回幕 因為雲彩停在其上 並且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回幕 連講兩次神的榮光 記得在金牟毒事件 還未完全解決的時候 有一段 第33章第7節 《摩西素常將將帳篷支搭在營外 離營卻遠 他稱這帳篷為回幕 凡求問耶和華的 就到營外的回幕 那裡去》 簡單來講 耶和的臨在在哪裡 不在那些子民中間 是離開了那些子民 離開他們甚遠 所以 不是他們將要起那個叫回幕 是那個帳篷是回幕 因為那個回幕有神的臨在 有神的榮光 所以那個叫做回幕 接著 當摩西出營到回幕去的時候 百姓就都起來 留意到這裡就是他們學習 尊番耶和華為聖 所以那份的尊重在這裡 各人站在自己的帳篷的門口 望著摩西 直等到他盡了回幕 摩西求很自然 即是竊而不捨 求了上帝的寬恕 再要求上帝親自帶領 再要求上帝走在他們前面 再要求上帝顯出他的榮耀 在33章18節摩西求 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們看 那你就看到原來沒有榮耀 沒有神的榮耀 你想一下回幕是什麼 就是一堆材料 排得很好 指問是什麼 就是一班人 可能是同一個祖先阿伯拉罕 以撒亞國的後代 那祭司是什麼 只是一份工 不是侍奉 如果沒有神的榮耀 這裡不是我講的 是聖經這裡講的 看看29章出埃及記 第43節 我要在那裡與以色列人相回 回幕就是因我的榮耀成為聖 又在這兩個字出現 榮耀和聖結又再出現 聖結就是分別出來 那樣東西為什麼是獨特的呢 為什麼分得出來的呢 因為那樣東西有什麼 有神的榮耀 如果沒有神的榮耀 那就不是成為聖結 那就是平凡的 一堆材料 所以繼續看下去 你也看到 我要使會莫和譚成聖 那譚為什麼是聖結 因為在譚上面獻的祭 是按著耶和華所吩咐 不像其他的壇一樣 有上帝的指引在裡 整個會幕有神的榮耀在裡 神的壇也是聖結的 也要使阿倫和他的兒子成聖 那就是說 大祭司和祭司都是分別出來 因為有神的榮耀 如果說給我公祭司的職份 所以沒有了神的榮耀 你就算穿多漂亮的祭司帆 多漂亮的大祭司帆 供一份 打工而已 第一 你就代你的薪金 然後儲你的退休金 然後做到退休 沒有任何意義的 浪費你的時間 浪費你的人生 因為你做的事情 也都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有神的榮耀的話 他這個就是 給我公祭司的職份 你做的每一件事 耶和華都會坎 是為了耶和華而做的 所以沒有了神的榮耀 你做一切都是廢的 接著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間 作他們的神 你想想 如果沒有了耶和華 住在他們中間 這班是一班什麼人 這班不是就是一班 離開了埃及的難民 他們就是因為被埃及迫白 沒有辦法再忍受 結果就離開埃及 那就是一班難民 但是現在 尚主從來沒有用難民這個字 來稱呼他們 反而說這班人是我的子民 所以沒有神的榮耀 什麼都沒有 空殼 每幕就是空殼 然後祭司所做的事 就是廢的 然後整班子民 就是很平凡的一班人 所以他們必知道 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 是將他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 為要住在他們中間 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 如果你讀真這句的話 你平時都做開 譬如我用舊約做一個藍本 然後就知道主耶穌為我成就的救恩是什麼 這句就完全解釋得很清楚 為什麼尚主要救他的子民離開埃及 是他們為奴 但不是單單因為為奴 為奴就是他們做奴隸 不是那些為奴取亂為奴 他們做奴隸 如果正是做奴隸 就幫他們解決的話 為什麼他們出到抗野的時候 他們會寧願回埃及 抗野的生活是好過埃及 只是衰過埃及 衰過埃及 就是說因為他們在那裏做奴隸 很辛苦 耶和華就救他們出來 讓他們更辛苦 那情況就是這樣 但這個不是一個焦點 不是就是痛苦 就是一個拯救 拯救出來 為要什麼 耶和華住在他們中間 以前的辛苦 就是所有東西進貢給埃及 現在在抗野的辛苦 唯要讓耶和華住在我們中間 兩種辛苦 沒有理由大家分不住 是不是 有些痛苦是值得的 有些痛苦是白受的 這些我們很清楚 是不是 值得受的痛苦就是 如果我這樣做是痛苦 但是我得到 我能夠經歷神的同在 這個是值得受的痛苦 所以這個你需要明白 永遠都要記住 好了 很快我們還有幾張slide就完 這次不會太長的 看回這段 金流毒事件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聖經講得很自然 所有東西來得很自然 你看看 百姓見摩西 慈疑不下山 就大家聚集在阿倫那裡 對他說 起來為我們做神像 好像很自然 不見了摩西 接著怎麼做 做神像 很自然 可以在我們前面引路 因為領我們出埃及的 他附地的那個摩西 我們不知道他遭了什麼事 阿倫就對他們說 阿倫對他們說 就不是討論這個做法 到底是否合理 阿倫馬上說 好 那麼你就不馬上拿一些耳環來 對吧 就是說大家都好像很有 Mutual understanding 是這樣的 不見了摩西 下一步可以做什麼 做個像出來 做個像 用什麼材料 用金 所以就這樣做 百姓又不會說 拿了耳環 沒有他們照做 所有東西來得很自然 拿了耳環交給阿倫 阿倫接過手來 就鑄一隻牛毒 又好像很自然 又不會想想 有什麼動物好呢 今天我們都會想 挑一隻什麼好呢 但沒有 很自然 又是牛毒 荷魯斯帶的課裡面都有詳述 是埃及地的人 怎樣看牛毒 然後用挑剋的器具造成 很明顯知道怎樣挑剋 黑肚出來 所有東西都很自然 他們就說 以色列 這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 這樣就是了 那些子民又沒有問 沒有質疑 接著阿倫看見 就在牛毒面前觸壇 又起了壇 又沒有問壇應該怎麼起的 多大 多高 沒有說什麼形狀 沒有說的 就這樣起到了 接著且宣告說 明日要向爺華守折 又守折的 那什麼折旗 沒有說的 守多久的 不知道的 守折吧 大家也很熟 接著次日清早 百姓起來獻繁祭和平安祭 大家都不知道 這裏是出埃及記32章6節 還沒有利未記頭那8張書 那怎麼知道怎樣獻繁祭和平安祭 不知道 就這樣很自然就獻了 就坐下吃喝起來換灑 好了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 下去罷 因為你的百姓 就是你從埃及地領出來的已經敗壞 敗壞那個字是Rune 即是那些廢墟 就是Rune 渠緩敗雅 就是敗壞這個字 即是說廢的 現在上主和摩西說什麼呢 你帶出來的那些百姓是廢的 為什麼呢 廢的原因就是在第8節 他們快快偏離了我所吩咐的到 即是我說的話全部都不聽 完全都不理 我想說什麼呢 到底金牛毒事件是什麼一回事呢 很有可能 他們在一路長大成長的環境 在埃及裏面 這些事情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同時間 我們又看到這些事情 是耶和華會吩咐他們的 耶和華會吩咐祝壇嗎 會 會 會吩咐祝旗嗎 會 會吩咐他們有繁制和平安制嗎 都會 但是他們做的事情 字眼上是對的 有那樣東西 但是那個內涵 就是他們自己按著自己 一路成長一路長大的一個習慣 就這樣照做出來 但是字眼就跟耶和華那些一模一樣 所以是需要有上帝透過摩西引領他們的路 也是對的 但是他們習慣了他們的文化環境 原來就找些金做牛讀出來 這樣就會引領我們的路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我們很容易不讀聖經 我們教會繼續會聚會 什麼為之聚會 我們繼續會祈禱 什麼為之祈禱 我們會獻祭給我們的上帝 什麼為之獻祭 怎樣的東西上帝才要 我們有不同的節期 什麼為之節期 我們拿了聖經裡面用的字眼 但是裡面是偏離神的道 有那個外表 但是沒有那個內涵 就是說你現在可以活在一個 基督教化的生活裡面 你有聖經想說的東西 我會獻祭 我會有節期 我會將這些東西分別出來等等 但是其實你在拜的是牛讀 牛讀這種的文化是怎樣來的 是從逐世那裡來的 就是我避了 我不想在這裡用 他們去拜偶像等等 我不想說這件事 因為我看到的是他們很自然 大家都明白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裡是說 他們按著他們平常的生活 在這件事 逐世化上帝和上帝所教導的一切 一逐世化 敗壞就是這樣來的 你想想想 基督徒 將所有聖經用的字眼裡面的內涵 逐世化 這班基督徒在而我的眼裡 已經敗壞 已經是渠緩敗雅 是廢掉了 沒有用的 再看真點 塔亞比喙做了什麼 導致焦治這麼大的痛苦 他們拿他們的香爐 香爐是否犯法 不是 耶和華是叫他們拿著香爐 獻上香是不是耶和華叫做的 都會有的 因為有香壇 也是要的 但是耶和華沒有吩咐 他們怎麼知道他們這樣做 按著我們一路長大的時候 那些人都是這樣 他們一路長大的時候 是在埃及裡面 埃及人怎麼做 我們就怎麼做 照樣地這樣做 就是說有個外表 是耶和華的香爐 是耶和華的地方 是耶和華的回幕 但是裡面做的事情 是熟世的事情 這個就是個問題 我們今天可以打正招牌 是主耶穌的教會 但是裡面做的事情 是熟世的事情 就是說帶領著他們 做這些熟世的事情的人 跟拿搭亞比戶沒有分別 這樣就是敗壞了 所以你看到他們所犯的事情 這次再透徹些去明白 是很徹底地把會幕的功能毀掉 所以這兩件事 我們做過對比的時候 金牛毒事件 對比著拿搭亞比戶事件 金牛毒事件 和拿搭亞比戶事件 達到的果效 都是那一句說話 十章三節的那一句 但是他們剛剛倒轉了 在親近神的人中 神沒有被顯為聖 就是說你裡面做的事情 都是逐小做的 還是虛假的 表面是用搭亞華的 字眼的動作 就是那些東西 但是裡面的內涵 不是按著搭亞華的吩咐 你越是這樣做的時候 人家就越說 搭亞華這樣收貨 那就跟埃及的神明一樣 我做這些沒有跟足又收貨 那些沒有跟足又收貨 有多多不拘 做小就不行 這些是那些 逐世的人的想法 所以耶和華 當金牛毒事件發生的時候 耶和華 就沒有在親近的人 有個壇 他們是親近的 親近的人 沒有被顯為聖 接著在眾民面前 神沒有得榮耀 最後是神的榮光離開的 所以金牛毒事件 只做外面 裡面不是按神的話 神的榮耀是離開子蜜 看看拿搭亞比戶事件 情況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後面那句就不同了 只做外面 他們拿那些香壇 獻香 裡面不是按神的話 所以是耶和華所陌生的 他不認識的東西 拿搭和亞比戶 就離開子蜜 以死來離開他們 所以你看到兩件事是一模一樣的 看這裏我們結束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次我們明白了這兩句 這兩句 在第十章 你還記得十章三節 這兩句 是一生受勇不盡 因為這句可以用來量度 匯幕變成怎樣 所以剛才我們就幫大家看到匯幕可以變成這樣 我們可以量度 第一個電 索羅門起的電 最後為什麼會被毀 又是因為這句話 受了不能再發揮聖電的功能 因為他們繼續拜偶像 因為他們裡面做的事情 不是按著耶華所做 表面做得更華麗更大更多 那又如何 裡面根本不是按耶華所做的 北國是這樣淪陷 南國是這樣淪陷 為什麼 因為他們虛有其表 做了外面 沒有走過內涵出來 只是神的子民 只是一群人 所以最終點被趕散 到回歸的時候回來 然後重建上帝的子民 結果去到耶穌時期 主耶穌說什麼 我的電必稱為萬國討告的電 你們倒視他成為賊 聖電是上主所吩咐 是他的住所 但是裡面變成什麼 賊 這種虛偽 這種假無為善 以為有了外殼 我還聽到有牧師 很誇口地介紹我們的教會 你要讀任何一卷書 隨時都有 哪個博士哪個博士 就教這些 全部都是外表 裡面發生什麼事 勾心鬥角 權力鬥爭 做事行事 卑鄙無恥 這些全部是屬世的人 你將最神聖的事 內涵變成屬世花 你在做什麼 很徹底地毀滅上主的居所 神的榮耀會離開那地 主耶穌時期的聖電 我想不需要我跟大家去講 如果你去過以色列 你去看照片 看YouTube 都會看到 今天在哪裡 神的電在哪裡 公元七十年 聖電被毀 不單止神的榮要離開那個電 連神的子民都要離開上主的城 耶路撒冷 真是變成廢墟 這件事會不會是全部偶然呢 由金貿毒事件去到拿搭亞比戶事件 現在我們再跨下去 去第一個電視期 第二個電視期 然後去到主耶穌時期 我們可不可以都很肯定 這件事會延續下去 因為我們侍奉的上帝 是色在金在永在的上帝 今天輪到我們教會的時候 我們要苦心自問 教會是否只有外殼 教會的字一模一樣 主耶穌在 Cesarea Philippi 該聖尼亞、弗立比那裡說 在這盆石上 我要建立我的教會 沒錯我們今天的字是對的 但內涵是不是 主耶穌建立的教會呢 裡面是否一切按住主耶穌的吩咐而行呢 我們是否很快離開主耶穌的道呢 我們是否依然硬著頸看呢 如果我們只有外表沒有內涵的話呢 按住會幕那裡說的東西 金牛毒發生的事 拿答阿比活發生的事 第一個電視期發生的事 第二個電視期發生的事 上主的榮耀會離開 而神的子民都會離開 最後就是被毀滅的 這個就是下場 足不足夠證據在聖經裡面建立到 讓我們重新一次 見得到我們的微小 上主的偉大 建立一份健康的神聖的距離 我們要親近我們的神 但不能親近到一個地步 沒有了抱 什麼都可以不聽祂說 我們保持這份敬畏 我們去愛我們的上帝 這個才是祂要的家 希望這個安息日 我們好好地反省 特別趁這段時間 我們大家都多了時間 去安靜自己的時候 值得去反思 如果整個基督教群體 在這樣的環境 都不懂得把握 來反思一下 我們有什麼要改變 我們要進步 我們真的走回上帝的道 還有什麼機會 可能沒有機會 下一步就真的可能 聚會都沒有了 滅亡了 我們被趕散了 你是不是要看到這樣 才懂得悔改 求主幫助我們 憐憫我們 願主祝福每一位 今天我們的安息日的訊息 來到這裡